世界真的很小很小 好像一个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 世界又真的很大 好像一个转身就不知道会错过谁 那个擦肩而过的他 也许呢你有着英俊帅气俊朗的外表 也许你是一个相貌平平 却有着有趣灵魂的那个人 在旅行当中 我们总希望能够有一些小小的艳遇 这就是我们对人生美好寄予的一个期待 定居泰国日常分享系列节目的第24集 我们仍然在苏美岛的沙滩上 和这几位德国的帅哥再续前缘 通过之前节目的留言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位 穿着红色短裤的德国帅哥 这位小哥哥也是非常的热情和友好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不断的为我们展示双人足球和沙滩排球的帅气技法 嘿 哈 哈 欢迎来自德国 也许此时此刻正在收看视频的你 正在准备错过着谁 又或者你正在遇见着谁 准备开始或者结束一段的感情 但是不管怎样 我都希望今天的你 能够通过我的这一集视频 和我一起重温 在旅行之中 有艳遇的奇妙感受 我在之前很多期的节目中和大家说过 拍摄一直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那很多朋友非常奇怪 说太太为什么会单身呢 其实对于感情这种东西来说 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词汇就是说不好 其实在很多过去的时候 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那个人 或者是在今天他看见了我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人群中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或者你觉得喜欢 或者他觉得喜欢你 但是总是有种种的原因 让你会觉得一个人更自在 其实我最害怕看到的 不是两个非常相爱的人互相伤害 而是两个相爱爱了很久的人 却不得不分开 有的时候就像陌生人一样 然后擦肩而过了 这是让我最受不了的那种残忍的感情投资过程 所以因为我不能明白当初我们植入骨血的这种爱情和亲密 怎么就会变成了日后两相遗忘的这种冷漠 所以理解不了就少去触碰 虽然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但是太太对旅行当中的艳遇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就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陌路的人 然后会觉得突然让你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受 虽然这样短暂的艳遇或者是际遇 两个人再见面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陌路人了 但是这种见面时的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和分开之后的再见陌路一别两欢 然后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一个特定的地点 并排的坐在一起 看看这个陌路的人间 太宰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很多句子 我生君未生 君生我一老 醒来时我伤少年 你却未老 像这样的感情和爱情不过是跋山涉水 或者是千里迢迢风雨兼程的想去见一个人 或者想去爱一个人 陪伴一个人的这样的感受 这样的感觉的确很难遇到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 我觉得别犹豫 冲上去 因为今天一定是你余生当中最美好的 值得你回忆的一天 错过了一定会遗憾 沈从文先生不是说过吗 我正当最好的年龄 遇到了那个最好的你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但是其实呢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又有几个人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和感受呢 前几年我在云南大理尔海 自己驾车沿着尔海还海的路途当中 我总是觉得为什么人世间如此的孤独呢 但是突然听到的一首歌 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此时已阴飞早长 爱的人正在路上 我知他风雨兼程 途经日暮不少 穿越人海 来和你相拥 此刻已昊月当空 爱的人手捧星光 我知他乘风破浪 去了黑暗一趟 当我沿着尔海自驾 听了这段歌词的时候 看着远处的蓝天白云和苍山 我突然发现我此时此刻的孤独 是一份最好的孤独 这一份孤独 让我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那个他的时候 我就可以脱胎换骨 正是因为前些年的这样的孤独 让我的内心远离了尘消 让我的内心变得沉静有力 让我的判断变得清晰无比 所以我想孤独的人生 可以让我少一点慌乱和迷茫 获得从容淡定 来等待那个风雨兼程 走向我的人 游山玩水固然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了 但是如果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艳遇 这里说的艳遇 也可以是你得到一心的青睐 也可以是你收获了一个 挚有良棚 也可以是你收获了一个如亲人般的伴侣般的存在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 一个眼神 一个笑容 就让我们慢慢开始了那久违的心动 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心中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那种想去艳遇的想法的话 那就证明这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 不要去压抑它 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被关注被认同被吸引的这种心理需求或者是生理需求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的社会呢 大家总会把艳遇偏向是一种贬义词在使用 可能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美妙的体验 但是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种艳遇发生在别人的时候就让我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 太宰呢是一个内心很不安分的人 那我才去到很多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或者有着美丽的爱情传说的地方 我都会在内心当中生起这一份对艳遇的期待 那比如说我在玉龙雪山的时候 站在蓝月谷的旁边抬头仰望着高耸的玉龙雪山 然后呢在耳机里面听着玉龙第三国的这首音乐 了解了这里美丽凄美的那些爱情故事之后 我真的特别希望当下的一个转头或者一个回眸就能遇到那样的一个人 给我一份美丽的艳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景或者内心世界的体验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去到玉龙雪山 站在蓝月谷的旁边 遥望着雪山的时候 看看你的内心当中会浮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画面 除了内心当中美好的期待之外呢 太宰生活当中也真的是遇到过很多的艳遇 那么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很难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 但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总是艳遇来艳遇去呢 其实我觉得在我接近这个青山绿水蓝天白云 或者说远离了车水马龙这种人事喧嚣的时候呢 我的思维就在一种受拘束的这种视野环境中解脱出来了 然后呢我会体验到一种无限的自由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特别好的 然后呢他也能够去投射出一种美好的现象 这个时候就让我身边出现的所有的人都看起来十分的美好 那这样的心情之下是不是艳遇的机会就变得多了呢 一段艳遇一段不知名的感情 也许不知道能走多久 也不知道能走多远 毕竟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 所以呢很多人就把这美好的艳遇封闭或者储存起来了 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一种非常短暂的感受 有的人会怕受伤 要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 或者有的人会想破釜沉舟 然后呢把这一段美丽的故事 深深的刻骨铭心的封藏在记忆当中 不管你是这两种哪一种的人 我觉得在你日后方便的时候 把这段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感觉 和那匆匆的心动的感觉 随时随地地从内心之中 从你的心事里面找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瞬间 那个刹那就是最幸福的 那为什么我们遇到过这么多的艳遇 却从来没因此发展出一段正式的关系呢 我想这是因为艳遇是追求者的 本身的一种本能需求 当他得到满足之后呢 这种需求就会退却 无论是和这个人交往如何 那么在今后的生活中 也许两个人都不想太靠近 因为彼此都有自己的生活 体验过艳遇的那份美好之后呢 反而会觉得他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也许这就是艳遇很难发展成 情侣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吧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总是想告诉大家 一份美丽的艳遇 真的是美好的 这就是《定居泰国日常分享》 系列节目的第24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然后转发给你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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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